最後是這個提供 離開這個風電 也不過學者發現說 這個離開風電時間時 準的適應 或是噪音 都有可能感受到這個海洋裡的生物 讓他們的這個出現 這個聽力受信 可看甚至是希望的這個狀況 結果也發現說這個準的運行的這個噪音 也只做海洋環境 有這麼的主要環境 會影響到這個海洋裡的生物 這些海洋生物 學者跟這些研究 有聲告 也急著主來發表 提出這個涯汁跟政府 要當時水的這個噪音 控制的重要性 美鳳凰西做的時候 所出現的打狀聲音 是所出現的價品作音 研究團隊透過水荷麥庫 所收到的水荷作音 回去來看 對海洋、海洋裡的生物 都時間後 有可能會避免 改變他們油洞的路線 嚴重有可能 到底就聽在損害 甚至失望 對於生病狀況來講是 社會有長期的危害 加上中華白癌層 現在數量一直在降低當中 所以我們就很擔心這樣的一個長期 影響其實對這個族群或是當地的環境 是不健康的 這種聲音可能對海洋 生物造成的影響 都記錄在這本村裡面 來源也下跌 離花風電 鼓勵就算更適合 低頻噪音都有可能透過水荷 快速來團影響到生物 離各國某個王來賓館 所出現的專家噪音 也是海洋環境污染的阻音 學生因為開發的行為 不可能拼命 但是可以參考國外的經驗 像是大型港町在進行的時候 在海有的規制 還是大型海地海洋的經過路線 涉及到經過的中逼 海市專家應該涉及檢測 屁要免得作音 才能夠有寬充的空間 也要有社會大眾 就要重視 經常會控制 水荷作音的問題 以上 王劉聽到 憲坤共報道